这里面大家可以看 刚才我们是给大家已经讲完这个纯粹过程 来看一下这个Mysterco里面的这个纯粹过程 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语法 好Mysterco里面的创建的一个语法 实际上跟我们这边是有一些类似的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些差异的 这个还是前面给大家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呢 里面的创建的语法你不需要记 你也不需要知道 你也你也可以不知道它里面的一个业务逻辑怎么样去 代码怎么去写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纯粹过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不对 它都是实际上是封装在我们 封装在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一段业务逻辑吧 那这段业务逻辑呢 在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就是如何去调用吧 这里面是有在这个密资宝内里面 有相关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 这个定义的一个概念 它这个里面是给大家扯到这么多 那这一个业务逻辑我们是已经封装好了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大家讲如何去使用Java 使用Java代码来调我们Oracle里面 在它封装好的这样的一个 呃存储过程 可以吧 好 这是存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呃大家要能够理解 就是它是 封装在我们服务器上的一段 P要收购代码片段吧 它是变异好的 所以它它执行效率要高一些 那这个是给它讲到这里面的 我们还要给它讲另外一个呢 好 讲完存储过程再给它讲这个存储 存储函数 那这个呢就比较清楚了吧 刚才存储过程进入了没有 存储过程懂没有 好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存储函数了 存储函数了 存储函数呢 实际上是一段封装在呃封装在Orgo 服务器里面的呃 服务器中的一段 PL circle 代码片段 片段 它是 呃是已经编译 这个编译好的 代码片段 呃是不是一样的 啊听懂了没有 啊 没有必须的我们就继续来讲一下它的一个语法吧 好 好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个存储函数它的一个语法 它的一个语法 它的一个语法是怎样的呢 好create 认译 如果这个函数 存在是不是就是 decl dieser 如果如果是不存在就是创建吧 好好损数 该语法 再给大家讲 再是一个存储函数的名称 存储函数的名称 然后呢 再次参数名 然后在参数类型 然后当然你这里面还需要指定 这输入类型还是输出类型的 然后这个参数你可以写多个对不对 好 这个存储过程听懂了没有 存储函数跟我们存储过程唯一的一个特别 就是在它屁股上的要去return 返回一个参数 return 参数类型 在这里呢 你这个存储函数是自用来干嘛的 e or add begin end 懂了没 懂了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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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跟我们存储 存储过程是没有太大差别啊 好 那我们这里面的语法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就是来给他试说一下了 他们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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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和函数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首先第一点 他们本质上没有区别 第二个函数存在的函数存在的存在的意义呢是给过程调用的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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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 就是存储过程里面调用存储函数 我说的是通常 那通常情况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调用过程 当然你存储过程里面调用存储过程是不是也可以啊 存储函数里面调用存储过程是不是也可以啊 存储函数里面调用存储过程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我通常的德上是不允许娶老婆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说你非要这样子你非要去娶老婆 那这个也没有男的也没有人男的女 对不对也可以做个花德上对不对 是吧 但是是先给大家是分析到这一块 实际上他们本身没有差别 我们来给他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来演示一下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查询员工年纪内 这样一个案例我就直接把这个题目就讨回一下了 查询指定员工年纪 这个大家应该是做过的吧 是不是做过的 好这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了 我们要要来封装一个函数 它是查询指定员工的年纪 那首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指定员工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哪个员工吗 我们是不是要分析这个参数了 参数它是要传入是一个员工的员工的编号吧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指定员工的年纪 还需要证明一个什么东西 返回类型 返回 返回 返回的是什么 年纪 年纪 对不对 年纪 好那我们这个过程 分明的一个过程就给它是分析好了 那当然这里面 刚才有一种就是说 这里要去写这个E 那这里面呢 默认就是E 默认是E 输入类型 默认就是E 输入类型 我们在下面就是直接来给它创立一个create create create p p l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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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来干嘛的 begin 在这个end 写好它之后 好 写好它之后在 它里面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事情了 首先呢 你要做查询的是员工的年薪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要申明一个变量 用来保存查询出来的年薪啊 申明变量 申明 变量 保存 年薪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个V V什么东西 VTOTAL SELLA吧 VTOTAL SELLA 类型是NUMBER类型 好 我们直接来查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年薪了 SELLA SELLA X12 加大 NBL 那有没有印象 没有 啊 没有印象是吧 好 那我把这个 我先查询一下这个员工表 查询员工表是这么一些没有啊 工资 还有奖金吧 那 年薪是工资成一值啊 加上奖金啊 奖金有可能为空吧 有可能为空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下处理啊 用NBL 函数吧 COM 好 零 好 零 FORMEMP 查询哪个员工的呢 我要EMP EMP NUMBER等于 是不是外部传入了这个VEMP NUMBER 好 传入进来 传入过来之后 那我们这个查询出来的这个值 我们是不是要去 复值给我们的 复值给我们的视频这个VNUMBER 好 E2 查询出来 复值给它 完了之后呢 我们 还需要有返回值吧 对不对 返回值一个NEMP 类型 反而有返回不回去啊 Return 是不是将我们这个范围出去就可以了 这是不是就连进了 好 那这个有了之后 现在我们就是来编译一下它 先 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左侧这里面去找一个function 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个绿标上面有没有差 没有吧 如果大家喜欢有差的 可以用这个view去查看一下 哪里说误 好 这里面我们写好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来调一下这个 调用 存储函数 好 怎么调用呢 我们直接来一个declare begin 然后再是一个end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来调就是funk funk get self 好 这里面去给它传入一个 呃 七七八八吧 这个员工 那这个东西呢 它有一个返回值 我们是不是要去接收这个返回值啊 我们要接收返回值的话 我们就生命一个变量 比方说我们去证明一个vc nofer 类型 好 直接把它的 写好它 写好这个再写一个等号不值吧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这也对啊 好 这个证明大家已经是转变过来这个概念了吧 对吧 这时候要帮号等号啊 这个不要在这个不定义的跑分中就直接掉进去了 对吧 直接选中 知情 大家可以看 你一进入就查询出来了 啊就这么查询出来了 好 这个写好写好 写好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试出另外一道题了 查询员工 员工的 员工的姓名 啊 查询员工的员工的姓名 和他的 和他的年薪 这是收音的 对不对 slater slater ename 然后再次一个 调用一下我们这个 封策好的这个 函数 里面传入一个什么东西 里面传入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要查询员工的姓名和他的年薪 里面传入什么东西 enp number formenp 好 好 这个写好 好 直接自行一下 查询 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是不是就 很简单了吧 能不能理解这个函数的过程 能不能理解 不行 不能理解的话 就再给他出题了 查询员工 查询员工的姓名和部门的名称 和部门的名称 和部门的名称 是不是可以去封装一个函数 第三个 我们要来说一下 区别里面 还要继续完善了 就是弹数 可以在 在四口语句里面 语句里面直接调用吧 是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我在四口语句里面 我们直接给他调用了这个 调用了这个查询的语句 这个小小说呢 我们再来写一下 就是 存储 存储 存储过程 能实现的 存储函数 也能实现 那存储函数 存储函数 能实现的 过程能不能实现 那过程也能实现 是不是也能实现 还是第一句话 本质上没有区别 只不过有一个区别是 函数可以在这个语句里面直接交用吧 规范的 比较规范的一个做法是 存储过程里面要用这个存储函数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不对 好 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话 我就是 再来做一个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再来给大家是 查询指定员工的年纪 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用这一个 函数来做了 这里面使用 存储过程 来实现 这样在此介绍 你就直接来一个 Create or Replace 再写上一个什么东西啊 再写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要创建的是过程 存储过程 pressure吧 pressure 然后proc proc get get total7 全日参数的还是enp number 对不对 in类型吧 number类型对不对 它要返回的一个指示是年纪 这里面写 写下 首先参数是员工编号吧 我们已经写好了 参数是员 参数 员工编号 下面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返回 我们有返回吗 没有 存储过程里面有没有返回啊 没有吧 是它是输出 输出的是年纪吧 对不对 好 那这里面 我们就要证明一个变量了 比方说我们证明一个变量 然后 vtotal vtotal7 然后是一个number类型 它呢 是一个输出 输出参数 对吧 好 就是做一个对比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锤链过程是用来干嘛的 然后 pget end里面也写好 下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又要证明一个变量 来记录 记录这个年纪了 去不就要证明一个变量 需不需要 需不需要 要还是不要 啊 为啥要 我先把这个年纪算出来吧 呃 nbl 然后呢 是传入这个奖金 如果奖金为空呢 我就返回40 emp emp number等于哪个 上面这个吧 我去改个改个 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vmp number 是不是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啊 好 这个查语出来 我们 我们这个东西查语出来 结果怎么给外面呢 我就用这个输出参数 外部是不是传了一个变量进来啊 我们给这个变量出负值就可以了 好 into 现在能不能理解这个输出参数了 可以了吧 好 好我们直接来 资金一下 资金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prejudice这里面开下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来 declare 调用一下 declare begin 但是一个end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 一会我们要去调用它吧 调用它 记得怎么去调用 调用它吧 直接写好它 首先去给它写一个员工编号吧 再它需要有一个变量 是不是需要一个变量吧 这个变量呢 我们去申明一个 不要说我们随便去申明一个 vtotal 然后呢 number类型吧 我将这个number类型 我 我传输进去 传输进去 它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就负责了 在里面负责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词了 output点上一个put go land 好这里面我们去输出一下这个年金了 年金 其他的游标啊 你都可以不理解 但是存在过程的一定要理解的吧 对吧 好 直接评论一下 完了 之后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年金是这么多啊 39720